9月28日,韩国演员孙玉珍为了感谢日本粉丝,举办了一场线上见面会。 当天,孙玉珍穿着淡粉色泡泡袖衬衣,搭配白褶裙,一头长卷发,看上去青春亮丽。 孙玉珍在镜头前开心地给粉丝比心,一瓶一簇都让人赏心悦目。 这时,孙玉珍继白想戴上后第一次现身,粉丝们激动无比,早早地就为女生准备了鲜花气球。 孙玉珍可能被粉丝的热情所感染,直播时很放得开,一点也不紧张。 她和粉丝分享了日常生活,童年去世,护肤心得等。 除此之外,杨庆元也作为神秘嘉宾来到现场。 她和孙玉珍的互动让不少人仿佛又回到了电视剧中,两人私下也是很好的朋友。 不过,剧中的男主宣斌却没有来到现场,粉丝们不免会有些遗憾。 孙玉珍线上见面会很热闹,和粉丝畅所欲言,更有神秘嘉宾前来助阵。 孙玉珍凭借爱德普奖,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。 这部剧不仅在海内外都取得了很好的反响,作为女主的孙玉珍更是圈粉无数。 为了感谢粉丝的支持,许久未露面的孙玉珍贴心地举办了一次线上见面会。 时隔数月没有见面,孙玉珍的脸部有些圆润,但仍然保持着女神的风范。 皮肤也保养得很好,和主持人对话一直都很亲切,没有一点明星架子。 孙玉珍对粉丝也很用心,不仅分享自己的拍摄经验,还大方地介绍了自己的穿衣风格以及保养秘籍。 导演估计觉得孙玉珍一个人太孤单,专门请了神秘嘉宾前来应援。 她就是在剧中饰演表之秀的杨庆元。 两个人像失散多年的好友一样开心地抱在一起,他们的友情从戏中延续到戏外,让人羡慕不已。 出道多年获奖无数,明明有言却偏靠才华,和宣斌猎人惹人期待。 孙玉珍已经出道20年,像是娱乐圈里的老戏鼓了。 她是韩国公认的最美女星,有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,每场哭戏都楚楚动人。 作为演员,她的代表作数不胜数,并且多次创下票房记录。 孙玉珍的每部电影都会让她获得不想的奖项,这些已足共证明她的实力。 虽然拍戏很厉害,但孙玉珍在生活中,她却一直很低调,仿佛消失了一样。 她每拍完一部戏,就自觉地和搭档划清界限。 私下不会有密切的接触,所以出道20年的孙玉珍很少有绯闻。 她只关注作品,孙玉珍也不满足于只塑造同一类角色。 她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,去发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。 孙玉珍唯一的绯闻男友就是选宾了,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合作。 几天前,是选宾38岁的生日,很多CP粉将礼物转交给了这位默认女友。 孙玉珍也没有拒绝,甚至还大方地晒出了情侣蛋糕。 孙玉珍的这一举动,也让粉丝心里充满期待,不过两人都没有急于回应。 不管怎样,希望女生能早日收获自己的爱情,未来给大家带来更优秀的作品。 大家对孙玉珍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?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更精彩的内容。 韩剧粉心中的《埋月光》李忠硕 我像冰激凌一样好吃,我不是韩剧拥促者,但偶尔也会看一两部。 韩剧没什么营养,但就是吃着好吃,像是冰激凌,吃起来无端的就觉得开心。 冰激凌甜,韩剧则是因为能够让女人产生欲望的男人们,并且各色款式极端上阵。 你总能找到心仪的一款,十多年来让我心心念念总没忘的韩演员也就一个宋直言。 当年的对不起,我爱你实在是让我心痛太深。 其次就是近两年大爱的李忠硕。 李忠硕,韩国模特兼男演员,1989年9月14日生,他16岁之身一人到手而闯荡,一心一意想当演员,且意外当了模特。 彼时正是江东元大热的时期,于是他安下心来想效仿江东元的路数先从模特做进。 他有一副很好的身材,所以在模特界混得风生水起,但是当演员的心却越来越急躁。 于是在24岁那年,跟模特公司结束合约,开始寻找新的出路。 然而他有一次进错公司,当了歌手,被应塞进一个准备出道的偶像团体里面。 当时偶像团体已经训练了两年,固定的成员都已经彼此习惯。 对于他这个外来客很是不满,于是闹得很不开心,最终他选择离开。 他终于做了演员,他要感谢一位前辈,给了他在一部名叫检察官公主的聚集中露脸的机会。 年少的他本以为从此便会不同了。 然而死后的半年,他几乎没有再得到其他剧本邀约。 漫长等待的半年里,他只能来在家里看电视,跟着家里的吸尘器走来走去。 后来,成名后的李中硕,说等待的时间里是很孤独的。 好在他的父母全心全意支持他,没有收入的时候,还常常拿钱给他买衣服。 直到2010年末,在信兵主演的大热剧《秘密花园》中,一共30分钟的戏份才让他第一次得到了大众的瞩目。 之后,他参演了《High Cake 3》当了一段时间娱乐节目主持人。 后来,为了学校,2013,有次去了主持的工作。 《学校2013》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李中硕的作品。 这部首播于2012年底的KBS《月火剧》,在没有任何爱情戏份的情况下,仍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收视率。 李中硕也为此获得了作为演员的第一个奖项,《男子新人奖》。 他在剧中饰演一个外冷内热的高中生,有着不单纯的过往,只想老老实实地混到高中毕业。 可是这个每天总是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家伙,却奇特地得到了全班人的信任和依赖。 这个被粉丝映成为海啸会长的角色让我痴迷了很久。 看完这部剧之后,我在日记里面写,那是每个女生在高中时期都曾经幻想过的男生。 你学习累了,回过头,总能看见他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的位置,一个人安静地睡着觉。 教室外,日头很长,离别仿佛永远不会到来。 再然后,他迎来了让他变为大事的SBS水幕剧《听见你的声音》。 这部剧无论从制作,班底还是剧情上面都堪称一流,最终收视也当属一流。 李中硕已因此收获了大批粉丝,但在我心里始终认为,学校里面的高暖顺是他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一次演出。 李中硕16岁起开始独自生活,本身性格非常内向并且有严重的瞩目恐惧症。 直到现在出席公开活动还会不停地紧张流汗,他在采访中还坦言非常难适应演员的工作,因为演员并不只是演戏就好,没有台词的时候他很恐惧。 我一直认为,如果以动物类比,李中硕就是猫,他极其高傲,想要依赖却总是独自一人,并且永远不会隐视情绪。 他曾公开称自己是公司主力商品,收到过度保护,他对明星这个身份看得太透彻,又说得太透彻。 他说过,身在娱乐圈,他常常妥协,但我总觉得他始终保有猫的秉性,即使他妥协,也总能让人发现。 对于演员来说,伪装并不难,被发现是因为他故意如此。 他这种故意可以解释为做出让步,但是并不示弱。 韩国娱乐节目曾经详细总结过他的圈内好友,他却坦言,自己没有朋友,圈子朋友一共只有两个,常常想出去吃饭,却不知道找谁来陪。 对于感情,他说,想在自己最漂亮的时候结婚,即使不谈恋爱,直接结婚也可以。 他是那种了解得越多,就越能够看出他内心寂寞的人。 事实上,他很爱杂娇,常常大笑,但身上总围绕着一种透过眼睛,甚至整个身体从深处渗透出来的孤独。 与外界始终若即若离,这种猫科动物的特质在国内一个演员身上,我也看到过,那个演员是梁朝伟。 李中硕非科班出身,真正算得上大热的剧集,也只听音一个,听音之后,由他三演的三部电影票房都低于预期。 但韩国电影头把交椅宋康浩,确认他赞赏有加,称对他抱有很大期待,他的路才刚刚开始,还有很长要走。 作为喜欢他的粉丝,我期待他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惊喜,但或许对他来说,更在意的是让自己满意。 最终,以学校中高难顺的名台词说给李中硕听,大概最为合适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、点赞、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